我想到 這麼多避堂 我都還想到 我又避堂 然後還想到 嘩你眼紅喔 0.0037秒 極速落單 快得到最好上 再快點行不行 要富就要full power 富途自可靠 快快快 開證券戶口 不用用腳的 開戶報價落款 全部線上極速搞定 要富就要full power 開戶送堅多藍籌股 現在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 專家預計低位V型反彈 嘩這樣就不是V型 小營來了 蛤 哎呀 啊 開證券戶口 不用用腳的 開戶報價落盤全部線上 極速搞定 記住要富就要full power 富途自可靠 想到 避堂我都還想到 0.0037秒 極速落單 極速落單 還等什麼 記住要富就要高 power 辛苦賣錢 零現金應購 無憑盤 玩完了 在投資的世界 人人都想有full power 為什麼 因為我上到 啊 這麼多避堂 我都還想到 我又避堂 然後還想到 你春我不想 逆跑我不想 嘩 你眼紅 0.0037秒 極速落單 想還是不想 快得到 至好上 喂 再快點行不行 要富就要full power 富途自可靠 快快快 開證券戶口 不用用腳的 開戶報價落款 全部線上 極速搞定 要富就要full power 開戶還送 堅多藍籌股 現在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 專家預計低位 V型反彈 嘩 這樣就不可以 Wii來了 啊 哎呀 啊 都是證券戶口 不用用腳的 開戶報價落盤 全部線上 極速搞定 快點 記住 要富就要高 power 富途自可靠 上到 避堂 我都還想到 0.0037秒 極速落單 還等什麼 記住 快得到 最好上 喂 再快點 行不行 要富就要full power 富途自可靠 快快快 開證券戶口 不用用腳的 開戶報價落盤 全部線上 極速搞定 要富就要full power 開戶還送堅多藍籌股 現在絕對不是跟你開玩笑 專家預計低位 V型反彈 嘩 這樣就不可以 Wii來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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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證券戶口 不用用藥的 開戶報價落盤 全部線上 極速搞定 記住 要富就要攻拋 富途自可靠 好 喝 好 好 好 收拾 好 好 好 哈囉各位,我有點未預備好,我們多等一會,因為我們8點開始 我們等工作人員幫我們開一開我們今天的QR Code 給各位看看 我想剛剛今天星期四大家這個時間應該在吃飯 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跟我們聊聊天 好,我們多等一會,工作人員將會幫我們開一開我們今天的畫面 方便大家一會看到我們今天會有優惠給各位 好,不要緊,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讓工作人員先做一下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Christina 歡迎大家來到富途成廟頭的IPO暗館專區 來到我們這個IPO專區的講座環節 大家有聽開都知道,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很多關於IPO的話題 另外,也會開放一個Q&A給各位問問題 有來過的朋友都應該會玩的 我想問一問,這裡有多少個朋友有玩開美股 有玩開美股的可以留個言聲聲嗨 因為今天我們除了講IPO專區之外 也會提一下美股的走勢 最近美股都很Hit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 一個升得這麼快的股市 如何在裡面可以賺到錢呢? 是不是真的不用像賭仔那樣賭掉錢呢?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會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叫做 如何選一個新股賽道呢? 我們聊天室是由副圖徵券生座 聊天室有四大投資專家 為各位一直解答我們的抽新股問題 今天我們這個Zoom 邀請到廟頭的專欄作家 八申公子與我們談談近來IPO市況 大家如果有聽到自己的聊天室 都知道他非常擅長去分析一些大型的聲浪 用一些技術分析去找出成長股的大型聲浪 所以今天白星公子應該會為大家解答很多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有技術走勢的問題 想看圖的就很適合 留意我們今天的群組會送禮物給各位 大家只要邀請朋友去下載我們富途偶偶 最高可以達到500元 有個500元的獎賞 所以自己已經有富途偶偶不要緊 最重要是每個月的朋友都要下載 記得我們稍後會教大家分享給你的朋友 你可以額外再多拿一些的迎新禮品 如果到現在仍未有富途偶偶的朋友 就不用說了 我現在就要去上app store 你給他們電視我吧 OK,拜拜 有朋友還沒mute我們的聲音 我聽到他們說話 我先繼續 如果還未下載的話 那就快點下載富途偶偶的app 因為一會兒 ghost 都會用app 導遊人化 教大家如何去看圖 找到美股的升浪 以及得 honest ikyo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說什麼呢 今天 bones 有新股照片 今天有一個新股暗盤 就是泰格醫藥 我們看到他做得不錯 看到收報ISD168.2 の富途暗盤 客宅 금招股價$100 也高成一成八 也有千多元 但好像沒有之前那些那麼厲害 究竟這東西值不值得拿著呢? 待會白星公子會為大家解答 另外會多說一些最近很多人都喜歡玩的醫藥股 另外會用富途銀勾教大家如何找強勢的美股 大家都知道最近看到立斯特克都在創新高了 究竟市場如何玩、如何捕捉星勢呢? 最後還會給大家一個難人包找出美國上市優質的ETF 大家可以看著這個 list 聽著白星公子的提示去考慮是否投資 最後會有問答環節給各位 在這個時間都會跟大家說多次了 我們今天有一個優惠專門給各位 就是一個開戶的優惠 大家留意一下,待會我們會跟大家說開戶的優惠 另外我們現在看看想跟大家介紹富途的apps 究竟是甚麼apps 其實我們這個apps就是富途控股 是研製的apps 是2019年在美國立斯特克上市的 大家如果有聽過都知道富途牛牛這個apps 我們的行業排名 最新的市場數據就說 我們是勸商客戶數排名第一位 而我們在零售經濟業務的成交量 已經排名第三位了 是一個非常活躍的apps 所以大家在投資一點都不用擔心 一定是最快最好的 大家知道這個線上投資優惠apps 如果進去看都會看到很多元化很多東西看的 因為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一步到位的線上投資 可以看股票、行程和落單一次過在這裡搞定 我們亦有一個資訊平台給各位 去多點溝通和一個forum 去交換大家的資訊 另外我們的理財投資apps 非常安全 軟件亦非常穩定 所以大家可以在一個很穩定的平台上做到投資 另外最重要就是速度 我們落單速度是去到0.0037 非常快 包裹是在你最想捕捉市況時馬上下單 這個apps亦可以投資全世界 可以做到港股、美股、A股、期權、期貨 還有基金的選擇 我們今天開戶亦是非常快的 已經可以做到網上開戶 現在我們疫情之下 其實也有點怕出街 但富途、牛、牛可以在網上即時開戶 即時可以投資美股和港股 而且A股也玩得到 現在不知道董長完可不可以分享到 可不可以分享多次我們的QR Code 給我們的朋友去下載apps 我看看他們能不能做到 不要緊 如果能做到就現在分享出來了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也可以上app store找富途、牛、牛 馬上就下載到了 一會兒我就教大家如何在那裏 下載的時候拿一個開戶優惠 專屬給我們今天的朋友 說了這麼久 我想大家都等了很久 想等白生公子跟大家分享我剛才說的東西 不如馬上請他出來,好嗎? 你好,謝謝Cristina 大家好,我是白生公子 正如剛才說了很多 今天將會跟大家多用時間去分享 這個台甲 因為其實秋是5% 其實說真的,如果不是孖展的話 其實也挺難中的 我猜如果很多朋友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是想在新股開市之後 去買入 之後會面對的問題 究竟值不值得長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事不宜遲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們的話題 好,我先回答一下 好,我先回答一下 好了,一開始我自己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之前我也用過 可能有些朋友未必認識我 先跟大家說一下 網名叫白生公子 其實我也是一個挺懶的人 因為其實在投資賽道上 有很多不同的獲利方式 我偏向用一種最簡單的 就是找到一個趨勢 然後坐上去就算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趨勢 比較明顯一點 我選股的情況下 都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個就是剛才主持也有提及過 就是技術面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勢的話 是甚麼都假的 當然有些會亂來的 所以我都會加上一些基本面 去做一些分析 還有去做一個 backup 如果不是的話坐得不安樂 基於這樣 所以就慢慢就會 衍生了一個方法 我通常都會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投資 講起最簡單的方式投資 其實剛才有講過的 第一個就是我講的趨勢投資 第二個大概是這一年左右 其實都有一個方法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稍後會講的IQ市場 因為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一些很Sexy的公司來上市 其實那個方式其實都很容易去賺到錢 有時不用去研究太多 反而如果真的有些基石是很漂亮的話 就用抹字抹下去 然後通常都會贏到錢 當然也有風險 不過這個方式我覺得是頗為簡單的 所以也有講了 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趨勢投資 第二個就是收IQO 接著就衍生到 我現在都是類似的 kind of 小小的一個座右銘 或者一直提醒自己的 就是今生正是最強勢股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市場 有很多很多噪音 是很吸引著你想下注的 但是駐買有限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很需要有這個意見 來提示自己 不要走差踏錯的 其實一直都有講 因為趨勢投資 很多時候都會縱伏的 我覺得在玩這件事的情況下 最重要是懂得認輸 以及懂得去學習錯誤 因為如果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在整個賽道裡頭 十次裡頭 如果看對六次或者七次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坐上去 那三次或者四次是輸的話 其實只要將那個輸的情況 控制在自己可以控制成熟的範圍內 其實都已經是贏的了 所以最後都是想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的心態是怎樣 以及我的風險操作 都是控制在單位數的percentage 如果虧的情況下 對 右手邊那些圖其實已經過了時間 因為那個是之前用開 五月四月 美團其實我到現在都拿著 信達其實都走了 因為還有一些課底 因為其實他都使得很厲害 希望教育不要緊 還有其他東西 現在事不宜遲了 那就開始了 剛才有說 如果要買一些股份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設定標準 設定標準是買一些持續強勢的股份 秒頭的app其實都很好用 因為如果你無論用電腦版 或者用手機版 其實你打開圖 按周線 你很容易就能夠感受到 或者刮到那些股份來強勢 還是不強勢的 很簡單 你就由左下角看到右上角 如果那個走勢是向上的話 其實那個已經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對象 你看看這幅圖 二六九為例 其實它很多次都配估 很多壞消息 也有很多不確定的情況出現 但你看到就算是起起伏伏也好 但最後它的勢都是向上的 那這隻東西 為什麼會用它出來說呢 因為它稍後會很相關於我們會說的太甲 因為其實他們做的行業都很相似 那麼 也想告訴大家 其實為什麼用周線圖去看 因為日線圖其實有時波幅太大 我們未必能承受到那個 就是那個向下回調的壓力 但是想告訴大家 用周線圖就是一個vision 有時趨勢一旦確纜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去逆轉的 不是說一個人兩個人去到暢淡 或者是真的去到有些question 令到它就會向下回調 那麼操作上面 剛才說了 就是我們的時刻都要做一個是看錯的準備 那麼我都會大概都是單位數 100%左右就會cut loss 對,止虧了之後看看怎樣 因為這個純粹是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如果真的看錯的話 而它又升回的話就買回 用很簡單的就是今天的1765為例 其實之前我猜大部份人都是因為它的 不知是裝還是什麼 令到這隻東西被我們震走了 但是很簡單的說 如果今天轉強勢 可能兩三天或一個星期之後 的確是向上 其實我們就要回到市場裡面 因為其實趨勢是不能逆轉的 好了,來到今天第一個題目 就是泰價醫療究竟值得長渣 因為要先說長渣 或者我覺得 為什麼要用長渣這隻紙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用一兩天的走勢 就不值得說 因為那個純粹供求關係 好像現在暗盤升了18% 其實有供求就升 而且因為這隻紙 國際配售都超額得多 所以其實很多基金 其實未必夠貨 所以那個情況下 是值得 即是它是會升的 但是你看到 泰價醫療 它是會 泰價醫藥 sorry 它是有一個限制在 因為目前為止 它都跟康城 就是用359 或者是若名康德 其實它們都會有一個 A股相關的限制在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 不如我們就看長一點 究竟這隻紙上了香港市場 以後我們去任意買賣的情況下 這隻紙究竟是不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個趨勢的對象 或者它是不是一個黃金賽道 我覺得更加值得探討 泰價醫療 剛才說了 它是先A後H去上市的 那這些是很基本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提到就知道 是不是招股價100% 不,sorry,100元 20%折讓度 其實今天它升上來 其實都差不多了 已經 它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國際配售 的確是爆到很重要 我做這份Keynote的時候 它上網搜尋 是說幾倍超額研購 但今天才知道它差不多20倍超額認購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第二個,高零資本 這個給大家去FF 因為一聽到這個名字 每個人都是衝過去的 因為是神級基金 但是它有不好的地方 第一,它真的沒有一些基石投資者護航 那這個是要關心的位置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未必的,因為它已經在A股上面 有一個很長遠的走勢 以及很多份業職去支持著它 其實我覺得就算沒有的話 投資者如果真的有看的話 都知道一家怎樣的公司 第二,就是剛才有說的 它始終都還有一個折讓的金光圈 在這裡限制著它 因為現在市場上的確存在折讓這件事 359,目前折讓26% 2319,就是5.5% 我不知道泰價會不會創歷史 反轉,是要折迫A股 這個不知道的 但是,在這一個技術裡頭的話 你會知道 它的折讓越少的話 短期的上升空間真的很有限 這個沒有辦法的 我覺得真的要在市場上 那些人慢慢去接受那個mindset 同一家公司放在不同的市場裡 淫賣 那你要選誰呢? 這個真的未必知道的 但是唯一一個我們可以寄予厚望 就是因為國際配售爆發 你看到很多基金 可能真的寧願退出A股的貸價 來進回H股的貸價 都還不定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可以 這個位置 不知道,看著看看如何 這個位置 講一下它有什麼賣點 我想多用一點時間去講這間公司 還有講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行業 首先我多說一些 我挑股,通常看了行業 然後再看裡面的個股 有幾樣東西,第一個就是臨床CRO 臨床很重要,因為它做得很專業 CRO,其實大家去Google搜尋 就知道他大概做什麼 這個行業也有一個重點 值得關注 喂,聽到嗎? 咦? 看看 可能是有朋友還未咪咪咪咪 可能先咪咪咪咪咪 不然就會聽到你的聲音 但我現在講這聲音可以 聽到,聽到,很清楚的 可以繼續吧 好啊 OK,謝謝 也有講 這個行業是一個很Sexy的行業 也因為這個那麼Sexy的行業 其實這間公司是走一條很適合的黃金賽道 所以其實業績增長很迅速 業績增長很迅速 業績增長很迅速 通常兩件事去到區市 第一個就是真的很多客人很多單 令到他真的很快地成長 第二件事就是 他會很積極地收購一些公司 讓到其他公司再幫他運錢 其實現在很多行業都在用這種模式 就是他在行一條黃金賽道上 除了他本業做得好 都會積極地評購 第三件事也是我們很重要 也很需要知道 就是他訂單方面是持續上升的 稍後就會講 其實這個Kaioff 有點像新式的收租公司 因為你一進去就不能離開 好,等等 先講一講臨床CIO藥企 通常一些藥有三個部份 一開始就覺得這個病要一種藥去醫 接著他們就會 discover 究竟有沒有可能性 如果他找出一些有可能性的藥物 通常就會做一些臨床癡 什麼臨床癡 簡單來說就是找一些白老鼠 真的白老鼠會找一些動物來試 有沒有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藥效怎樣 最後白老鼠如果不可以的話 就會出事 如果可以的話 這隻藥物就會去申請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就是找人去做 臨床試驗其實是有很多期的 但是一期裡都有分幾年 這個給大家有一個概念 例如有一種藥 例如現在我們新冠肺炎 我們要做一種藥物出來 其實他就一定要走這三個步驗 因為現在的彈藥物比較急 所以可能加快了進度解 這個是在《3759》的招股書裡找出來的 其實它更加表現了整件事 給大家看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情況 藥物發現 可能一開始有一萬的 要去找一件事 你不知道成功率是多少 然後你就慢慢 其實這個藥物開發的過程 都是一至兩年 然後臨床前 找老鼠 或者動物去做實驗的話 其實都要2至4年 加上差不多可以回到6年時間 如果實驗的話 他就會提交一些研究所 去批評是否真的可以試在人 你會看到 其實他有一期二期三期 這三期很重要 就是他都要幾長的時間 而且他有 你看到那個箭墜慢慢收窄 其實這就是成功率 如果真的最後成功 就是在商業化 其實這個概念是挺重要的 因為其實不要只說太價 就算我們現在很喜歡的B仔股 我當是信達也好 或者是軍實 或者是白製神州也好 其實他都一定要走這個階段 就算他想有藥去治療病 其實他就必經 那為什麼太價這麼Sexy 因為其實是一個 藥物開發是一個複雜的行業 很多藥廠未必自己做 會將它 CROC 就算是contract 它是會合約判給一些 就是太價、約名等公司去接 然後就會行這一樣 那 為什麼剛才所說 就是說 好像收租一樣 因為如果 當你一期一做了之後 除非你失敗 就沒得說 但如果不是你成功的話 你一定會做下去 所以一有了一種藥 去mash了那間公司 那幾年其實你都會很厲害 你會知道 大致上他會有多少生意 所以其實跟收租簽約很相似 所以這個是值得重點關注這個行業 臨床前 這個是全球臨床前的藥物 以及中國臨床前的藥物 在看這幅圖的時候 我想大家 focus on 我用那個 跨跨跨著的 就是 你看到其實 簡單來說 這個行業是全球性的 但是 你看到 2019-2024 我們用估計的位置 全世界的 百分之增長 可能大概8.2% 但是 你看到右手邊 臨床前的藥物 即CIO市場 是說18.2% 其實你看到 中國市場是一個 快速增長的市場 而且它都會抵抗著全球市場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 去選擇中國企業 去做這個藥物研究 原因很簡單 因為便宜 這個說到臨床前 這個就是 剛才有 臨床階段 臨床階段的情況 它會有1期、2期、3期 和之後的期數 你看到其實它是不斷地上升 上面的數字是代表的 那個案例有多少數目 全球上有6,000多 但是中國的增長是會更加強勁的 好 等一下 那如果按年份的話 等一下,因為遮住了 如果按年份來到去講的話 你看到中國市場 都是一個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2017、2018、2019 它這樣上升 其實那個數目上升 就代表 剛才所說的 它生意上的藥物 究竟是多久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行業 如果你要留意的 就是一期如果得了 它會自重到下面的二期 所以其實它們有連帶關係 所以這個行業其實很難搞 其實很難逆轉的一個行業 這個位置 好 這裡就是講 按臨床階段 如果去市場上面去分的話 究竟是怎樣 你會看到 都是一樣 都是用跨跨跨住的 是重點 講的 單位就是 我們不用看單位 因為一個是10億美元 因為它說Global 中國就用100萬美元去說 但是我們看看%的增長率 其實你會看到一期二期三期 我們先看看左邊的幅圖 其實都幾 我覺得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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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ing 幾 幾 幾 三 還有更加誇張的,在2019至2020年的情況下 無論是一期、二期、三期和之後的期數也好 都是有三成的增長,其實這個市場是很誇張的市場 都是一樣,現在很多藥企都會選擇中國的一些合約公司去做 因為真的便宜,而且他們的資料都很大 所以大家現在要知道為何若名和3759會有這樣的估值 或是為何現在的貸價會有這樣的估值 因為這個行業的確是一個快速增長的行業 而且它的合約都很高,到了2024年還未完 還有第三件事,因為有延續性,一期得到二期,二期得到三期 而這些期數說的是以年計的期數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性感的行業 好,接著現在講完了,現在就想跟大家講 我覺得是一個recap 第一個是民床試驗的確是一個CRO企業的版本 因為如果大家看剛才我一開始分享那個 三759招呼書都知道如果一種藥去做的話有幾個Stage 但其實食水最深或者最長,最 consistent 那個Stage就是臨床試驗的Stage 第二,你會知道 其實它的確是講一個長期上升趨勢 最少去到2024年也好,都保持有三成以上的增長 講三成是行業,三成以上增長 其實是一個很誇張很誇張的事情 第三,中國市場是發速增長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因為它發速增長的關係 它就會有一個更加高的估值 去到比這些弱企 沒有辦法,因為其實CRO 不要說中國,其實全世界都有 但你看看美國的同業 它的估值的確是會低一點 因為它面對的市場是有少許把握 就算增長了,但把握了 還有中國的企業的確是一個很Sexy的行業 所以如果我們要比較的話 中國的CRO真的會有一個更加高的估值 好,這裡就給大家看看 現在香港上市 我覺得放上台給我們去買 還有選擇的話 有三間 第一間就是薏明康德 它有兩間子公司 大家自己知道 第二個就是康農發城 第三個就是台格醫藥 薏明康德比較厲害 因為它是一條龍的 它由一開始的發言 到最後將它商業化 其實都是它承包了這一點 所以 藥明康德是一個挺厲害的公司 是否會有多一間藥明康德呢 其實很難說 因為其實 他們一進去 很難再打入市場 好了,康農發城 就是專注於臨床前 即是做藥物開發的環節 白老鼠那一部分 它就不做了 接著就去到太格醫療 太格醫藥這個位置 它就是做時間最長 食水最深 那個時候 就是臨床的位置 它很專注於這一點 所以 太格醫藥 就是一間這個背景的公司 所以這裏 很整體地 展示整件事 告訴大家 太格醫藥 究竟處於一個什麼行業 太格醫藥 在這個行業裡頭的公司 它的定位是怎樣 還有給大家知道 這個行業 在接下來 去到2024年 它會有什麼處境 可以 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 去考慮一下 究竟 太格醫藥 值不值得去 或者這個行業 我覺得不只是太格醫藥 究竟值不值得我們去投資 剛才的資料 其實全部都是在招股書找到的 其實是在很多份 去整合出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去看看 招股書其實有很多資料 給你看到的 好了 太格醫藥 抱歉 打錯了字 太格醫藥是一間怎樣的公司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它在市場份額 其實是中國排名第一 8.4%市場 在全球排名就是第9 大概有1900個客戶 而它的客戶最爆炮就是 全球前20名 和中國前10名的藥廠 全部都是它的客戶 是說全部 而且大家都要知道 它這些客戶的流傳率 只有8% 有說過持續性 但是你不會找一隻白老鼠 你不會去到Stage 1之後 就將它轉去其他公司 做Stage 2 第二期的臨床測試 因為很多Data Base的東西 不是說轉就轉 所以其實一進去 就真的吃幾年 這個行業可以 這個其實就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 它之前都已經有一定的背景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的業績 或者很多的performance 你可以上網找到 我特別 highlight幾樣 第一個就是營業額 我覺得現在這個投資世界 人們比較喜歡看營業額 因為利潤都重要 但是利潤受更加多的東西去牽連 尤其營業額上升 就是很難去做數 你看到2017至2018年 大致上就增加了 即是說那個revenue 就3.6% 去到2019年就2.2% 有少少下滑 但是規模效應底下有下滑是正常的 那麽經營益利呢 你看到呢 其實它都有五成多的增長 以及四成六的增長 更加令到我覺得 即是公司可以值得投資的 就是你看到下滑的percentage 29%,32%,39% 什麼來的呢 就是 你將經營益利益回營業額 你看到它那個經營利潤率 其實是逐步上升的 那說著呢 在規模效應的帶動下 這間公司應該 有些東西是令到它折省了 所以它的經營利益率是逐步上升的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 去告訴大家 這間公司也在做一些 performance上的進步 而且其實都頗厲害 我覺得三成多的經營利益率 其實都屈肌了 我覺得這間公司 那 那 因為這些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有些朋友如果抽中了很多的話 如果是15、16究竟走不走 又或者是第一天吃 還是幾次吃 很難知道 我想問有沒有聲音 有啊,我一直都聽到你說話的 好啊 因為Airport好像沒什麼電 Anyway 如果沒有聲音的話 我就提一提 我就用另外一個咪 我會提大家的 謝謝,謝謝 有事 好啊 謝謝你 好,大家都知道 剛才有說了 業績增長 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它本身正在行的一個很好的行業 或者很多客截都接不住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保持著本業上的增長 第二件事 其實它都靠子公司去貢獻了很多 太教有66間子公司 其中香港人應該最熟悉 就是最上面的方達空股 1521 其實它 之前上市的時候 人們經常都說 它是一間小若名 大家都知道 都是 但是當然 它跟若名比的 是有一段距離 但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 太家 其實有很多 很多子公司 在貢獻它的業務 所以其實它可以接到 臨床業務 而且它的覆益是可以很大的 所以現在都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可以佔到8.9%的表現 就是市場市場 因為它有很多子公司 都幫它接了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要留意 它有機會 就是慢慢湊大了 那些嬰兒 是真的會分拆它來做上市 都說不定 到時它的業務 還有它的估值 會慢慢吃飯 那 這些都可以留意 有些行業都還蠻Sexy 有些行業都 有些公司都 是的 還有這次 它集資完了之後 其實它說 有110億的現金 它是說有110億的現金 可以用來做收購 那 這個呢 也是一直有人問的問題 其實這間公司 都在走一個很適合的賽道 為什麼還要來香港上市呢 因為其實也知道 若名也是一直這樣配股 其實這些公司 它一定要很多現金 去做營運開支 以及都要保持收購 不然它不夠對手抽 所以其實它 這次集資 它都說明了 用來了一些潛在收購的對象 是的 好 這個也挺重要的 告訴大家 就是 去看一間公司 你要知道它究竟有多少訂單 因為訂單 其實它有說明的 它說公司在手訂單 不代表真的在來公司的收入 但是呢 通常都是震的 因為它的訂單 除非有些很重大的事件發生 如果不是的話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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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2019年 新增訂單的金額 大概是42億 大概增加2.8 它2012年到2019年 那個年複合增長率 是4成多的訂單數目 第二個 就是它現在在手上的訂單 金額已經有50億 已經2019年 你看到 2019年在手上的訂單 其實都已經是2019年應月下的178% 即是說這些在手上的訂單 什麼叫訂單 就是簡單來說 給了錢 你要交貨 交貨 交貨就會收錢 所以 就是這樣 它有戴頭盔的 就是說 未必真的100%可以交易到營業大局 但是 除非一些很大型的事件 否則這些都很穩陣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到接下來它的收入 其實都是已經有一定的保障 那 所以 可以望遠一點都可以的 但是 我講到這裡 一直都沒有去提醒這間店 究竟 多少錢 我覺得價錢也是其次 最重要是要知道這些東西 是不是值得去投資 那 因為價錢是一個 都很波動的一件事 你講真的 有時候股價 受很多消息的 帶動下會升會跌 你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是要知道 就是 如果這間公司這個行業是Sexy 的話 你就會知道 如果在大跌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你的對象 或者大升的情況下 你才去想 它是否有over value 那樣東西出現 這樣才知道 所以其實一講到這裡 想告訴大家 泰格這間公司 是一間很Sexy的公司 它的故事 是挺有背後的表現 做Back-up的 而且它在一個行業裡 也是挺好的 一個行業 現在先去講 我昨晚還是前晚 都做了一個類似同業的比較 你看到 有幾間公司 給大家講 因為這幾個 都是大家耳熟能上的公司 我們先講了營業壓增長 因為涵蓋業務 但我剛才講了 我不再重複 用2020年去講 營業壓增長的話 泰價大概三成多 2021年的話 都去到三成四 所以其實 接下來這一兩年 它的增長都未完 藥名康德 就做化學藥 化學藥 它大概都是兩成八 藥名生物就會 這間公司也很厲害 其實我也有課利 因為它增長 就算在2021年也好 也有四成 你會看到 為什麼2021年 增長會更多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都會受到今年 疫情影響 的而且會下降 所以2021年 大家回復整個 整個社會 正常化 所以它會有一點 有一點回復都真的正常 康農發成 也有說是兩成 所以你看到 就算在 開發藥物 或者只是做臨床前 又或者是整一條龍 或者只是做臨床也好 其實整個行業 都是一個很穩定的 增長的行業 所以你會看到 營業壓力大概大概 兩成半到三成多之間的增長 接著就開始說 營利預測 其實營利預測 和剛才所說的營業壓 是相對的 其實大概都是 兩成多的增長 若名就更加誇張 因為它真的去到四成 所以你會知道 為什麼若名生物 269 它的價值會高那麼多 現在我們在說 預測PE 這裡跟大家說 它是完全不便宜的 因為我覺得好東西很難便宜 因為剛才所說的 大家都知道 不要說你們 其實我做準備的時候 我會覺得 這個行業這麼棒 這間公司為什麼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我也會覺得 是一間好好的公司 其實我們覺得是這樣 其實市場上 很多人都知道是這樣 所以好東西一定是多人爭 多人爭的情況下 一定不會便宜 要便宜的情況 通常都是有暗病的 所以你會看到 在2020年的預測PE 說的是有65倍 康城化龍出13倍 2021年的話 說的是50倍 但是呢 幸好這裡有若名康德 和若名生物 起了幾個頭 大家都知道 就是市場可以去給到什麼位 若名生物夠膽 現在比2021年100倍PE 我不知道太價會不會追上這個估值 如果追上去的話 其實接下來還有一倍的成像 我當作打個七折 其實也有七成 所以不知道 當然啦 這個世界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找幾間同業公司出來 然後做一個估值對比 然後找一間便宜的買下去 就贏錢 不會這麼簡單 但最重要是大家知道 心裡有一個數目 就是 如果大家做的事差不多 大家增長的情況差不多 規模差不多 行業差不多 那沒理由 真的在估值上有這麼大的折樣價 那 無論如何 不知道 所以大家心目中大概有個數目 就是有若名康德和若名生物 給大家有個參考 有康農化成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 講規模的話 太價是大於359 但359都市場上給了這樣的估值 那大家就會知道 太價大概有什麼位置可以做 那之後值不值得長渣呢 就真的去看回整個行業的發展 那 所以這裡就是這樣了 我們大概用了半個小時以上 去講整個藥物的行業 去講太價是怎樣的公司 以及同業之間對比 太價是在什麼位的情況下 來給大家表現整件事 至於真的值不值得去買 值不值得投資 那這些就加回自己做的決定 那就是這樣 好 那接著呢 就會落到下一個項目 就是講回純細交易 因為這裡其實就會去鋪路 講一下美股那件事 那純細交易其實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你都很容易去定理場為止 那 那看就怎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兩個位置 第一個就是通常突破位去追入 那突破位那個位就是之後變成支持位 我用9923做例子 其實它保持著有突破平台上 又或者是今晚的SQ 不是就是昨晚的SQ 其實它爆上那一下 其實之後那裡都挺好的一個支持位 那如果連那些突破位都跌穿的話 其實都要計算 那第二個就是平平無期的慢慢上那些 那有的市場上有這些股份 那通常就會用條移動平均線20天線去做 那我覺得現在20平均線越來越不可信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知道用那條線 那很多股份就是跌穿少少 去到那個位置 大概兩三天左右 然後再升上去 震走你們那些人 然後再回上去 那所以如果可以承受風險 賣一點的話 那你用30的話 其實30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純粹交易的話 你賣進去 你那個離場位 指示位 你是很明確你會知道 那個位置你不走就買東西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 你不知道它的頂在哪 好坦白說你之前那個269 哇升到100元 那些人都說 很貴啊很貴啊 為什麼這麼貴啊 但是今天呢 上到193元 那些人馬上沒有聲音 其實一樣 因為其實市場上 沒有人知道它的頂在哪 也都沒有人知道 一隻股份的底在哪 與其 撈底我倒不如調轉去買去上升的股份 然後坐上去 直至真的出現了那些離場信號 或者才離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純粹交易 那希望大家 就是有些事情要取消 這個是一個mindset上的改變 因為 都挺逆人性的 因為說真的 買東西的那個 特別是香港人 不應該代表任何人的 無論如何 很多人去買東西 人家的天性就是便宜 當然是好一點 現在就想告訴大家 就是歷史上很多教訓 股票市場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所以就 就要看著 通常是貴的東西 才是 看多兩眼 好了 這個說了 不再重複了 但是 也有一個原則 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你不要向下溝探 亦都不要逆時去做空 是的 那時候 那時候做 哇 不得了 那時候他做這幅圖的時候 其實是用了LBGO 你看到周線圖這樣爆上去 QG的頂在哪 但是市場出現的頂部是很明顯的 昨晚就是LBGO的很明顯見頂的訊號 故事是什麼呢 不再提及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跟開的人都知道 其實那是一個很明顯的見頂訊號 那個位置就走了 是的 那反過來 如果你把這幅圖 現在的收圖軟件這麼方便 你將它調轉 你會看到其實你不知道它的底在哪 所以匯豐就是一個例子 不想再講太多這隻股票匯豐 因為很多人我知道都有拿著的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教訓 你要學習從錯誤 如果去撈底的話 就很小心 是的 所以不要向下溝探 不要逆時做空 那好了 大家都知道在這樣的 就是純粹交易的好處 你知道了 純粹交易的原則 你大概知道有什麼principle 你要去搜 你要去跟 那你就會大概知道一個位置就是 你如何去選擇一些很強勢的股份 其實秒頭也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它可以很簡單去sense 或者scandal 一些都比較強勢的股份 這裏是一個原則來的 你要去選擇股 第一個就是 剛才一開始說 我總是要看看基本面 我會定收入大概有三成以上的增長 當然 因為我不用盈利是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是沒有盈利的 但是它的收入是增長得很強勁的 所以這個位置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用盈利的話 你會給它限制了很多的想像空間 那圖表由左至右的上升 然後就是第三 就是EMA5 10 20天線要向上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條件 讓大家選擇一些股份出來 好 那 如何利用牛偶去選股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大家現在有空的話 或者是你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用這個 因為 應該不用去到Level 2都可以選擇 就是 首先你那個市場 就選擇美股 因為我覺得美股是比較多部狀 香港來去都是那些板塊 其實都不用怎麼選擇 那市值 那我會自定 大概是100億到20,000億 因為其實Apple都差不多到20,000億了 所以就大一點 那你看到那個盈利增長 所以那個營收 就是營收 就是revenue 大概大於30% 那我會選周線圖 對 對 日線圖 因為周線圖我會看到很強勁的趨勢 那我就會選 它很簡單 它有一個位置你按下去 就會寫著多頭排列 那多頭排列其實都保持線圖一致向上 那你會看到 在一個這麼簡單的情況下 去測試股份 其實都出了一些很硬的股份出來的 AYX 例如現在很多人買的 SAS 有AYX COPU 這些全DDDOT 還有今晚大跌的FSLY 這幾隻都在這個位置出來了 MEDIC的話有八制 也有LVGO 這些股全部都是一些 帶著市場上升的股份來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中概股 例如Bilibili Bili 然後還有跟隨學 萬國數據 蔚來 拼多多 這些其實都是市場正在追逐的股份 都會在這裡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會一開始搜尋股份 就會用這個位置搜尋尾股 比較簡單就會知道我的對象是什麼 希望這樣大家可以拿走 那買入原則 其實就 趨勢向上說太多 大家都知道 股價沽於50天 VCP VCP 其實一直都在說 就是供求 很多市場上 市場上很多人都會看VCP 其實要看 應該是看背後的概念 就是 當它不定收縮的時候 它那個 成交量要看賣 我覺得 一開始 如果它收縮的時候 去到末段 那個V型 都是很大的 成交量供應的話 其實它做不到VCP 那個效果 所以 在看這個情況下 你要看它下面的成交量 如果 它的走勢上 逐個逐個慢慢收窄 但是它的成交量 都是越縮越窄的情況下 其實在這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 我通常會怎樣做呢 我會分兩柱 第一柱會先賣服定 當然賣服定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如果它真的失敗的話 你會中大幅 但反過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駁中的話 你就會很好 第一柱是 去到尾聲 你覺得它快要突破的時候 你先買一點點 然後 當它真的突破 向上 就追入最大的柱 通常那個位置都能吃到 試一下吧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看它上面的圖形 慢慢收縮 但是它那個成交量慢慢收縮 為什麼會爆呢 其實看書 就是MM都有說 因為其實當你去到那一刻 你的供應不多 但當然很多人都想買的時候 大家就不問價去買 就會扯升了那個股份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想 我覺得都是比較 在這個情況下 容易賺錢的一個時間 就是第一個機會 但是當然 VCP股份是可與不可求的 如果有的話 大家真的要看清楚 都是一個不錯的 真是一個 要保持著看的 一間企業 一個走勢來的 去到最後 當然我明白的 很多朋友 因為上班的關係 或者照顧家的關係 或者種種種種的原因 其實是沒有什麼時間 真的長期看著市 所以其實都 都明白的 即是說你炒趨勢 有時你真的沒有空看 怎麼搞呢 其實美股上面 都是有多少的 ETF 給大家去選擇 我本身想選擇三隻 美股ETF 但是等一下想想想 因為都 都有一些 未必減得下 第一樣 我覺得你如果月供 或者你真的買這個 QQQ 我覺得是 OK的 因為 為什麼呢 時代不同了 現在我們試試跳後十年 去看這件事 就會知道 例如十年前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那時候 爸爸媽媽 懂得買煤氣 公用股 現在就不用做了 其實公用股的概念 就是說 很多人都用它 不用它就會出事 這是公用的概念 現在你看回 現在在我們這個時代 其實很多東西 跟科技已經掛勾了 你手機沒有了 那天你很痛苦 你買東西 阿馬桑 或者你做事未遠 那些 其實都是一些 很需要 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現在我反而覺得 科技股的確是一個 有功用的概念 雖然現在你試試跳過五年十年 去看回這件事 科技除了增長快之外 其實它還是 真是人用不得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 劃時代的產品 或者劃時代的投資機會出現 那之前可能我們還小過 是不是呢? 錯過了香港的地產行業 或者錯過了香港的煤氣 那些中電 那些的增長期 但是現在在這一刻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都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 剛才所說 其實科技的而且現在 有少許功用 就是我覺得都是有功用的性質 所以我覺得你買這隻 再坐下去是OK的 那第二個 就是生物科技 那這一隻呢 就有一個都挺厲害的 美國的女股神去操盤 那你都知道 ARK這個也是個 黃牌的基金 和ETF來的了 為什麼不選擇ARKK呢? 因為我覺得 有些情況 都跟QQQ的性質有點壯 那但是生物科技 其實你都知道 我覺得是一個都挺有consistence 和都挺不可逆轉的一個行業 那現在拿著股份 META 反而那個META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說趨勢 這隻股都去看看 我覺得挺好 那現在這一隻 ARKG 我覺得都是一個 挺值得大家期待的公司 對 因為剛才所說 就算Global 雖然它那個CRO 或者藥物開發 未必有中國市場這麼厲害 但是你看到它去到2024年也好 都是有一個 維持著上升的趨勢 根本整個行業 都是一個增長的勢頭 所以是OK的 那第三個就是中國消費 好像不關事 但是呢 我覺得中國 撇除所有的顏色 不說 中國只有一個挺怪獸級的市場 而這個怪獸級的市場 最重要的是消費 沒有辦法 因為人們富起來 富起來就要賺錢去花 那你賺錢去花 你就要買東西 所以中國內需市場是很大很大 那206呢 其實香港很少人說這隻 我猜 但是其實你看回這幅圖 2006這隻ETF 它都保持著破頂 它持有的股份 有PDD 拼多多 美團 還有好未來 那它就 濫一點點的 這隻中國消費 它不只是買一些實體消費 而它有消費概念的話 都可以進入這隻ETF入面 那我覺得它更加好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消費沒有分界限 有時候你想逛街 你就直接在淘寶網上行 所以最重要是背後的理念 就是你要付錢 付錢的話就叫消費 所以其實都對的了 所以206呢 我覺得都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股份 這些呢 你不要幻想的 真的一下子就爆聲5-10% 這樣上去 但它有一個挺好的概念 還有一個挺好的機會 讓你先拿著 你保持著坐下去的 是OK的 那之前也有跟網友分享過 有時候是 不知道 有時候人是這樣 你很想很多東西自己控制 每次都出出入入 但有時候看自己的表現 你會發現 原來我死渣2806 或者死渣QQQ 反而是給你每天 放這麼多精神下去 是會好一點的 所以這件事就要自己衡量了 你要記住 你最後的目標 都是要贏錢 或者你都是要去到 你的金錢 是一個正增長 那你就要猜一下 你可以看回自己的牛牛 現在挺好的 它有一個半年 一年 三個月 或者是一個月內 你自己的performance 如果你看到 你自己的performance 長期都是low performance 就要檢討一下 究竟這個風格是否適合你 如果不是 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會用 你就試一下去 compare with QQQ QQQ好過你 你就會炸那隻船 反過來 如果不是 你很有趣 對嗎 持續持續 所有市場的ETF 或者持續指數 你當然是用回你這個方式去賺錢 所以其實一樣不是 揚揚揚揚揚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ETF 懶人包 希望大家在雲雲的大海裡頭 如果真的想有些東西拿拿的話 就留意一下這三隻 我覺得OK的 ARKG 這隻波動是會比較大的 因為它的行業 雖然是長期 但是它的股份 那個女股神是不喜歡 去投資很大型的公司 所以它是比較中小型 不是中型 所以它面對的波幅會大一點 所以大家做一下功課 是 好 就是這樣 最後差不多一個小時 所以想看看大家 有什麼問題想問 如果有的話可以參與一下 就是這樣 好啦 Hello 那我又回來了 Q&A我們不開始 記住因為我們工作人員想和大家 先介紹我們有一個IPO的群組 究竟我們IPO的群組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有請我們工作人員介紹 還有我講完開會優惠 我們先開始Q&A 大家先想好問題 拜拜工作人員 好 好 大家等一等下 好 好 好 首先 好 好 好 首先 很感謝白生公子 我這邊就這麼多 麻煩你 好 好 我們另外就說今天開會有什麼優惠 因為其實我自己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優惠 其實都很快就未必再有了 所以在這裡一定要提醒大家 想拿我們這個開會優惠的 真的要快點開會 不要等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朋友 可能都有繼續用我們的APP 但未必入金的 所以快點去入金 因為我們今天介紹我們的優惠 就是現在下載我們富途偶的戶口 開戶的時候 你可以在左下角 那裡寫著我的 然後按進去活動中心 然後去到兌換中心 輸入我們的兌換碼IPO123 就可以享受港股買賣一世免勇 而我們今天開戶是會有一股匯豐送 入金兩萬元是會有一股騰訊 大家現在知道騰訊已經去到五百多元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開戶的營生禮品 我們這次還有額外送回超市現金券 給我們這個群組的朋友 只是限制我們聊天室的朋友 優惠是有限的 快點要搶回優惠了 否則真的過了就沒有了 麻煩工作人員可以給我們的朋友看看 大家應該學會了 看著現在這一版就會學會怎樣去拿到我們這個優惠 還有一版的應該 記住了我們的優惠兌換是IPO123 現在右手邊那邊就可以 測試很快就可以下載 再提一提大家今天我們這個優惠就是一股騰訊 一股匯豐是要入金兩萬元的 而我們今天也有超市現金券一百元的 今日的開戶就是即享港股一世面佣 另外看到下面還有一個優惠是什麼呢 就是開了戶的朋友可能跟我說 我都開了戶了,我還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還是有的 只要你去到這個apps 有一個活動中心的位置 選擇分享有禮活動 share 一條連結 他會有一條連結給你的 copy 一條連結 share 給你的朋友 用這條連結來下載我們的牛牛apps 會開戶送給你50元的有幫股票卡優惠 最多可以獲得500元的有幫股票卡優惠 大家快點去活動中心 按分享有禮 再share 自己的連結給朋友 就可以獲得了 這個開戶優惠就講到這裡 大家快點現在就scan一scan 因為剛才說了這麼久 白星公子說了這麼久 大家都應該要學會怎樣用圖 才可以真正賺到錢的嘛 現在scan完 看看再遠了 我們馬上就來Q&A 看看白馬公子 白星公子 我真的很想 我很想念白馬王子 所以不斷說了白馬公子 那是怎樣跟我們分享這個 Q&A的一些答案 我想大家已經在checkroom 開始問了問題 我看到 好,有朋友問 有沒有半身股可以留意 近期 好啊,等一下 大家可以繼續回答問題 我看到其實有兩題可以group 原來問題已經出來了 秋生股是不是本多就會贏 好啦,一起問吧 秋生股是不是本多就會贏 以及最近有什麼新股可以留意 好啊 好啦,先回答第二條問題 秋生股是不是本多就會贏 我覺得答對 因為那個玩法不同了 因為現在香港市場可以開放給不同 不只是香港人可以參與 所以其實之前一直用那個方式 就是用一手檔 都可以的 但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這一半年 這一年內 如果有些很黃牌的公司上市 其實一手中籤率 都是只有單位數 或者十位數 就是雙位數 所以其實種也很難 所以其實可以用回 我覺得富途也很好 對不對 你可以用回一個孖墊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來種多一些股份 你購取利息之後 其實你也是有賺的 所以剛才所說的 這些全部都是涉獲本金的 所以我覺得 是的 問題都真的是本多中性的 是啊 至於 有沒有一些半身股可以留意 其實今天大家都看到 爆得最多的香港股份 其實都是一些上市 不算是很久的一些公司 物館 也是 或者1477 這個做眼科的 其實都是說 爆了很多上例 所以其實是一些二、三線的物館公司 比較小型 還有它上市沒多久的半身股 其實我覺得 那個炒風似乎是 所以都可以留意 還有 剛才所說的 1477 我得9997 那些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大家看 有沒有上車的機會 所以那些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的 是的 大家 我也在這裡說一說 我們這邊富途的 暗盤價都出了名 是比其他同行 可能做得好一點 變得好一點 所以如果抽新股 都可以留意我們的富途 另外 很多人都說 其實我們經常都在等一些孖展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按鈕 提醒大家 什麼時候有孖展 所以大家按了按鈕之後 應該就可以 用最快最秒速的時間 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有孖展額的了 另外呢 我就問第二條問題 朋友仔問關於6160 八制神州怎麼看 八制神州 我先看一看 我不知道他出了業績 你看一下 好 OK 未出業績 因為他今天會出業績 八制神州這股份 我自己也是會有的 為什麼會有呢 因為其實我之前也有文章分析過 其實他也有一些幾大型的藥 都在等著去批准和去上市 因為其實現在他在說 只有一個藥 單天保自尊 但接下來他也會保持藥 所以他是一個絕對值得投資的對象 還有如果大家可以 我想問現在的螢幕可不可以分享到嗎 可以的 你分享 現在大家只看到我而已 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那不用了 不是 大家應該很想看看這個線圖 因為很想知道你的技術分析 快點麻煩你按一下 我們的普通的apps 好 等等 好 我看到他今天收市價136.8 今天也有升幅 現在看到了吧 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 這個周線圖去說 其實八制神州 都是一個挺漂亮的 他打了一個挺好的基礎 可以看看 對不起 其實呢 就算現在是有回調也好 其實他也是會穩守得住 你看到這兩個星期 其實他跌不穿 之前他突破那個高位 大概125元左右 所以現在一個pullback 其實也是一個挺好的機會 讓大家想一下 究竟是否值得去投資 當然啦 這隻股份 也都是會有大家聽到 很喜歡的基金公司去持有 因為高零其實是說的 現在的美股上面 第二大磁瘡 就是這隻八制神州 一間公司 一個基金這麼重瘡 就算我們不買 應該都要尊重一下 所以我覺得絕對值得大家去留意 這隻股份 有沒有再跟進的走勢 就是這樣 這隻股份 我也有的 我也期待他稍後出的那份業績是什麼 大家不要太過去有太高期望 因為剛剛有說 有說多一點 太格 為什麼他有錢收呢 就是八制神州 因為他有藥要弄 所以就要找太格去幫忙 但是 也是這樣 他的開發 開支費 開發開支 其實都很重 所以他的利潤 就未必真的很漂亮 但是他的收入 我們就要看回 是啊 好啊 我有一個問題 朋友仔都說 為什麼你不出樣子 為什麼來到你沒有出樣子 這就是他們的問題 有兩個人問了 那些人不是想見 我想見你 是啊 那你下次什麼時候出樣子 我說話沒有自信 所以 不要緊 好 不要緊 我們繼續問一下 有朋友仔問 ARKW 跟ARKF 或者是ETF Trust 哪一隻好一點 先 看看哪一隻 OK 其實兩隻很不同 因為其實他在說 做的行業都是 他們持有的股份都不同 我自己就會喜歡ARKG 因為 對 這個 等一下 這裡我看不到 持有的股份 等一下 這裡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在說兩個不同的行業 如果你問我 這是互聯網 科技相關的行業 剛才ARKG 你提到生律科技 其實兩隻是不能怎樣比較的 其實 你問我 如果可以的話 就兩隻都買完了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小朋友才會選擇 如果兩隻擺在好的面前 就一起買 所以 我覺得OK 因為不同學員沒得比 我聽到你講ARKG 是AR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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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不起 這隻 這隻又不同 ARKF 其實 等下 ARKF 有一次 習近平 他什麼都會買 因為其實你看到 他正在投資香港市場的騰訊 也會有Apple 或阿里巴巴 或Amazon 其實這隻 就是找一些大型的公司去買 對 那 我也覺得不好選擇 因為看到他們的走勢 都是很相似的 真的 但現在ARKF 你拍著 都是破絕定 這樣看 對 剛才那個是ARK ARKW 對 ARKW 其實 都是這樣向上 其實走勢很相似 所以 你問我 我覺得沒有分別是好 和不好 但如果真的要這兩隻選擇 純一點 ARKW 我覺得 嗯 好啊 小朋友先做選擇 你們看看選不選擇 好啦 有朋友問 這麼有趣的 大家問這問題 開始 大家喜歡問 改頭像 可不可以轉穩 好啦 我們先看看另一條 不關新股市的問題 這個 Any views on the train of HSI 恆指 怎麼說恆指 今天又跌到24,000 嗯 對 嗯 嗯 恆生指 其實我覺得 現在 我不懂得如何在這裡 按恆生指 HSI也可以的 你可以搜尋 很快 你打HSI都會找到 有嗎 有啊 有啊 恆生指 我們放遠一點 我先試一下 其實呢 現在恆生指數 我覺得越來越 不用怎樣去看 因為其實它的參考性 都真的不大 除非它真的 之後 加一些 強勢的股份 進去新經濟股 如果不是 現在參考值都比較少 但是現在呢 其實恆指 之前一共有兩個走勢 第一個呢 就是這樣 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 類似是橫行區 這樣上下落 上下落 然後呢 之前上到上面之後 就會下落 有一個很明顯的下降通道 這個位置 之前那天 我們以為有真突破 但原來也是假的 如果你現在拉回這條線 過來看 其實我覺得大概 下落到24,300點左右 這些位置就會有些支持 但是 還是那句 恆指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少參考性 因為我們玩的股份 對世界都是強勢股多些 不是玩一些指數性分股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對恆指 對 我覺得接下來 如果真的回跳的話 有24,300點左右 就會有支持 對 好 好 我幫你問一下 看看 有人先問一下 太假 因為剛剛說完 那是不是明天太假 什麼假才可以突然追入 你講完不太久 對 明天太假 先說一下 其實剛才在開直播之前 我自己都要追 大概是在$115至$113的位置 慢慢賣入 你說明天太假會不會很低 就不會 我覺得 因為大家都會追這隻股份 因為它排得不多 所以今天收市 這個位置 我猜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會 我自己是會在$113至$117之間 如果有機會我就會上車 不用 希望有太便宜 太便宜的反而不要入住 我反而覺得 就是這樣 對 好 問關於富途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有富途小幫忙 在下面回答你 例如你問關於有沒有串流報價 是有的 我們去到Level2是會有 那麼多位可以升級到Level2 就可以享受我們的串流報價 那哪裡有IPO123 我不說了 因為下面有朋友 有我們的小幫忙 有小幫忙解釋 我們繼續問我們的股價問題 先 那就有朋友問 欸 等一下 希望教育可不可以入貨呢? 看看 希望教育 等一下 希望教育應該1765 嗯 挺好的 希望富途這個位置 我之前可以抹開他的圖 希望教育 希望教育 之前就會有我們所說的那個 這個挺好的教材 這個位置 看到大概有需求就爆了上去 第二個就是這一天 我們很多人都以為它是 7月24日在一個挺好的位置突破 以為它是慢慢收縮 去到VCP突破 誰知道它那天就大跌了 現在 今天它出了配股消息 它應該在這個位置 在7月24日去到7月 去到8月5日這一段期間 它已經震走了很多很多很多人 所以如果 那一刻 我覺得 接下來它的走勢 真的會更強 站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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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2.8 這些水平 我會再進市 因為它上面沒有駭貨 還有它今天配股 應該跌不跌 其實大家 是要看看這個正義 那個裝備怎樣呢? 不知道 因為它這樣震發 都挺困惑 但是 看業勢頭是挺好的 而且走勢也不錯 我先問一些美股問題 抄下了 好,第一個朋友問 關於一隻叫Fastly Fastly Fastly 怎樣看它呢? F-A-S-T-L-Y F-A-S-T-L-Y 它的標誌是F-S-L-Y 哦 是的 可不可以長線投資? 朋友問 它的行業是OK的 你看看它的業績 全部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為什麼? 現在的盤錢 因為我們看不到 但是現在的盤錢 應該跌到92元 大家都知道 因為其中一個最大的客人 就是TikTok 那麼 這些政治事件 你可說 因為它這個大客人 如果被Microsoft收購了 其實Microsoft自己本身也有 這些業務 它會不會再給生意 或者這間公司做 不知道 但是其實 我覺得這個行業 是一個很醜的行業 是否值得投資 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看 但是它現在 面對這麼多不確定 是不是今晚衝進去 和長線呢 就不敢肯定了 是的 嗯 那真的要聽聽 特朗普今天又想說些什麼 好啊 有朋友問關於台積電 TSM 以及INTC 英特爾 他說兩者之間的差距 是否可以追破 TSM和撈底 INTC 等等 等等 TSM 以及哪一隻 英特爾 英特爾 INTC 他說 他們兩者之間 怎樣看他們兩者之間的差距 以及他說 可不可以追破 TSM 撈底 就撈INTC 嗯 嗯 其實都問他們兩個投資策略 等一下 我先看INTC 先讓我看看 因為呢 剛才說 如果你是我的話 我是不會去賣一些弱勢的股份 因為它們兩者很不同的玩法 你看到如果英特爾 那次的下跌,大家都知道它是甚麼情況 現在慢慢地補上去,我覺得未必是一個多好的機會讓大家入市 當然,你會看到它會有一個雙底出現的 類似有芝士,你可以接駁它補回裂後,但我覺得會有很多蟹貨 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的投資風格,我寧願選擇台積電,去衝上去 rather than選擇這東西去鬧底 嗯,好,大家留意一下,我又問一些港股,有人問,整個證券版法,今天還能升? 通常我不知道,現在還能升 投資人覺得到第一個位置,盡量不要問太多為什麼 因為當知道原因,你都知道的話,是否值錢就不知道 但有一個訊號大家要留意,是時時精選股升之後的事情都會出事 所以你反而當是一個挺好的現象去告訴自己是否應該要警告 嗯,留意一下,有朋友問1263,剛剛我也是按進去,叫柏林集團 現價值不值得入呢? 這隻是比特幣的,對 嗯,我不懂這隻 柏林其實,柏林其實,柏林其實,柏林其實很多年前,他就怎樣說呢? 他有那個boss train的概念,因為他賣的業務是跟比特幣有關的 所以你看到他在哪個位置呢? 是啦,大概7月頭啦,其實你看到現在比特幣上升到$1,000-$1,000-$1,000-$2,000左右 所以,他真的要炒比特幣的 我覺得你可以追求,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因為你看到每一次呢 他在大大棍上升,有成交兩招匯的時候,他的成交是很小的 所以這隻呢,我覺得,你不可以追求比特幣啦,還有他在10,000線上升 是OK的 嗯,好,繼續回答吧,你不累吧,是不是? 2013中行機電,可以繼續問吧 中行機電 20...應該不是,2013就是微敏 對呀,我看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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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問啦 哇,那大家這隻都... 我都看了這隻很久,這隻東西,他經常都在$10,000-$11,000的位置 嗯 嗯... 我講...幫自己問一下 好,這隻東西我有買的,還有我也有拿 今天都有買的,對啦 嗯,我之前有說過,就有幾間公司,如果大家要部署2021年,因為現在都是2020年的年中啦 如果你要部署2021年的話呢,我覺得微敏是其中一間幾個公司讓我們去賣入的 嗯,為什麼呢,等等 嗯,因為呢,你見到啦,其實說著 它的收入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或者看開呢,其實也有去到四至五成的增長 就算它去到2021年也好,增長的未遠,這個就是它業務上的設事位置啦 那所以這隻東西是OK的,而且它一直這樣破頂 那天呢,是一個挺好的位置,你看到它的成交是在向下的 那麼一個突破向上,那就是一個撤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東西,如果沒有的話,有一個挺好的入市機會啦 就是這樣 是不是現價入啊?幫自己問 可以啊 可以啊?哦,好啦,大家聽著 還有呢,它有8083的,都可以的 嗯,好啊,1753啦,讓我先看清楚這隻是什麼 哦,月巴1753 1753哦,這隻我都不懂的 1753怎麼看?How about 1753? 等一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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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不要緊,等一下 好啊 不要緊,等一下 好啊 好啊 對巴 嗯 這隻有之前有人問過的,但我一開始先說吧 我對它的基本面,我沒有什麼研究的 所以都很難去回答一些幾深層次的一些的問題 即是一些的答案 但是你看到它現在走勢上呢 都保持著是一個橫行的趨勢 所以1753 你看到它大概4.1個位置是一個挺不錯的支持位 但是那個位置是有一個三個頂的 所以你看看它可不可以再向上衝破反落 嗯 好啦 好,另一隻啦 9983 最近的物館股大家都好像有興趣 建業生生活 好 建業生生活 9983呢 如果你去看它的話 你看到 那些留言在牛口裡面都幾量極化 即是有些人就會覺得它很好 但有些人都會覺得它有很多uncertainty 其實你問我呢 我自己是會挺看好這間公司的 因為其實我先離身了 都挺重創持有這隻股份 原因是因為它的增長真的未完 其實它比其他物館公司一個挺好的位置 就是它的增值服務 是佔差不多4成2的收入 所以其實這個模擬率這麼高的企業 就是那個比重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公司 走勢上它已經保持著破頂 當然它不會一升到尾 你看到它都是不斷來來回回 但是你看到整個走勢都會保持著向上的 所以這隻東西我覺得是OK的 平均分析施比的目標價 都有13-14元 當然那些是作為例子 但是我覺得比得出來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這隻東西可以保持著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啊,順便問一下有朋友問 有哪些半生物本股又會推介呢? 它現在很難推薦 因為全部都去到很高了 剛剛講過那隻都喜歡 就沒有大家看著了 好啊,我們看一些多人認識的 這隻又在380元 380元,今天好像380元 是不是破頂了? 看看 看看 對啊,今天380元去到388元 嗯... 對了 這隻呢,故事大家都知道 就是現在保持著很多 因為中美關係的情況 讓它真的可以回歸回市場 就是香港市場 所以其實它在業務上沒有一定的受惠 還有很多公司是來香港上市 所以都可以 接下來又有大野 所以這一隻其實它是可以的 就是一直破頂上 其實它是一個挺好的教材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看回的話 那一個EMA20天線 應該都是保持著 保持著沒有穿到的股價 所以我覺得可以真的坐上去 但是用那個EMA20天線去作為一個指線 如果連續跌穿3天或4天 就離開了 如果不然就保持著可以 對 好,另一隻 SPCE 你猜? Space 對不起 對啊,這一隻就上太空 我覺得整個趨勢都向了下 對 因為它是業績關係 所以現在這一隻就完 有機會完 對 對 問回剛才那隻 Fastly FSLY突然間大跌 要不要離場呢? 這樣的情況 我走了 我想問現在聽不聽到? 因為AIRPON沒有聲音了 聽到啊 我聽到啊 其他朋友都聽到嗎? 對,我聽到 其他人都聽到的應該 是啊,那你走了 好吧,那我們再問下一隻 對,有朋友問慣於 他說 你心目中要平均每年回報多少才算OK啊? 為什麼問? 我不貪心的 兩成都OK的 兩成 嗯 OK 好,再問下去 3316 我們快要接間了 問一下 3316 三江福墓 對 其實這隻都是物館 對 這隻物館 大家都知道 這隻物館 這隻物館 這次之所以爆上去 其實不只只有他 其實很多 1922 23線物館 都爆上去 唯一 他有一個賣點 就是因為他股值上 真的便宜 所以也有很多人去追捧 一些23線便宜的股份 一直破頂上 其實我覺得這隻物館 都OK的 但是現在先追捧 真的很遲 人家已經爆了很久 已經 六個多上到二十元 但反過來 有一隻是未爆的 或者是保持著 很多人都覺得他很優質 但總是不升 就2606 這隻 看看他會不會破頂 其實反而你找那些更好 因為大家的概念都差不多 嗯 好 不好意思,我們要吸引問題 很多問題 我決定問最後一題 因為我們最後一題 你給點私心 一人問關於富途怎麼看 哈哈 我們還未猜 我們想試 立斯特克 究竟覺得我們怎樣 富途這隻股份 告訴大家 爆升股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你沒有買到 第二種就是買了之後 忍不住買了 之後的升浪與你無關 所以富途很明顯 但是這個可不可以 不知道 沒有了 沒有了 對了 富途其實 剛才主持人說了 他有很多好消息 大家大概都知道 他的交易量 或者人數上是怎樣的 其實他的走勢是極之極之強的 而且你看到他爆升 那一段 其實後段的位置 成交量都很旺 所以 反而用富途 總結給大家知道 有時候 也是這樣的 人 你看到他保持著爆升上去 你覺得 好像很貴 不敢入 但你每天看著看著 他只會更貴 其實這裏 你就要提醒自己 如果追強勢股的話 就真的不要怕鬼 不要怕他升 你要越升 就真的要追 當然 你追的時候 你找一個很好的支持位 去告訴自己 跌穿的位置就要離開 其實這些是可以的 好 最後一題 我覺得很有啟發性 完全講完你今天的主題 就是其實看到一些股 如何找出他的大聲浪 其實有時候是好東西 你就真的要進就要進 你再看 兩網都上不了車 大家今天聽了這麼多 都應該很清楚知道 如何去選擇好股 IPO 方面 今天 明天會上市的泰格 究竟表現會是怎樣 以及應不應該長測 大家都應該已經學會了 另外 就是介紹了很多美股 大家有興趣 可以繼續在IPO專區留言 以及問問題 另外 百生公子自己的聊天室 大家可以留意 我再提多一次大家 就是今天我們優惠 就是 我們今天開戶 會送一股的匯豐 一股的騰訊 入金兩萬就送騰訊 另外就是一百元的超市現金券 記得快點去開戶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我們今天的聊天室 聊得很開心 還有那麼多人問問題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好了,我們收線了 好了,拜拜 拜拜 今天謝謝白生公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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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